IT全播报信息库线早知道 12月5日凌晨 高中公布三款新平台的具体规格 XLON 865的SoC部分 采用台积电7nm工艺制造 集成Coreo 485CPU Adreno 650GPU Spectra 480CV ISP Hexagon 698DSP 传感器中枢 SPU安全处理器 捏存控制器等 CPU部分依旧是8核心 采用三重机结构 大中和基于ACC架构 分别是一个2.84GHz大核 三个2.4GHz中和 四个A55 1.8GHz小核 系统的总缓存容量达到了8.75MB 核心共享三缓 翻倍到了4MB 3MB缓存为CPU GPU DSP等多模块共享 剩下的就是核心的二级缓存 另外最高支持2750MHz FDDR5内存 此次提升最大的是图形的部分 Adreno 650的渲染性能 相比上代提升最多25% 能效提升最多30% 首次在安卓平台支持桌面级正向讯 简单说就是手机也能获得更好的光照 英明效果 新增支持144刷新率 不过配套硬件还没有出现 另外支持真实bit HDR 超限时增强画质 HDR快速混合等 就等游戏厂商终端厂商适配了 实际的议题的是 骁龙865支持GPU驱动更新了 用户可以直接从应用商店下载驱动更新 就看厂商们会不会用心更进更新了 最新的骁龙游戏性能引擎 可以实现更强的系统调度 实现长时间稳定高质量的游戏体验 而Spectra 480CV ISP 现在可以每秒处理20亿像素 支持拍摄8K 30帧视频 4K HDR 4K 120帧 4K慢动作等 还首次在移动平台 支持杜比世界视频拍摄特性 最高还支持2亿像素拍照 不过明年大部分旗舰机 估计也就主摄是6400万像素 可以保有想象力 会不会进行多摄像头协同 拍出更高像素的照片呢 至于NPU还是没有出现 协同合作的AI引擎升级到了第五代 不过运散能力增加到了15Tops ISP和GPU功不可没 虽然没有单独的NPU 但作为AI引擎核心的Hexcon 698 DSP 引入了张量加速器 能效强了35% 让骁龙865在处理AI性能时 功耗更低 效率更高 而全新的传感器中枢 会始终保持开启状态 可以以极低的功耗感知环境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Pixel的雷达 网络支持方面也是一大亮点 骁龙865支持双eSIM双卡双待 实体SIM卡估计会慢慢退市了 搭配使用的骁龙X55基带 最高支持7.5Gpbs下行速率 另外一大亮点就是支持apt x-watch 身为收款以无线方式支持 蓝牙超宽带语音的移动平台 简单说就是在使用蓝牙耳机等设备时 音质更好 使用更低 渲染更长 连接更稳定 这样的高通865能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呢 反正我已经在期待 明年的旗舰级能玩出什么花样了